文心提示 本期视频内容理解较为深奥 18岁以下观众请直接滑走 感谢配合 正片开始 猫薄荷之所以被评为第一路猫神器 因为它简直就是猫圈的黄赌毒 说它像赌 因为它能引起猫咪的贪念 猫咪为了猫薄荷甚至可以做到六亲不认 说它像毒 因为它能瞬间控制猫咪的身体和精神 让猫咪沉浸在自己的happy hour里无法自拔 但当你真正了解了猫薄荷之后 你会发现猫薄荷最像的还是黄 猫薄荷并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薄荷 虽然它们长得很像 但猫薄荷闻起来是没有味道的 简单来说猫咪之所以对猫薄荷上瘾 是因为猫薄荷中含有一种叫金箭内质的活性成分 猫咪通过离皮器来收集金箭内质 并把它传输到大脑的各个区域 猫咪大脑内各神经元受到刺激之后 就会出现各种幻象 于是你就看到了猫咪各种匪夷所思的动作和神情 那有人就要问了 这不就是吸毒成瘾的症状吗 跟黄有什么关系 非也 它只是表面像毒而已 我说它跟黄最像 因为正常猫咪吸猫薄荷也就能坚持10到15分钟 厉害的也超不过半小时 紧接着就是无尽的空虚在等待它们 进入到CD冷却状态 之后的两个小时内它们都不会对猫薄荷起反应 完全开启先者模式 这么一看是不是就会觉得很像黄 我们继续 猫薄荷虽然能让猫咪的身体和精神产生愉悦 但并不会让猫咪上瘾 有的吸最好 没的吸也无所谓 不会上瘾确实很安全 但是如果猫咪纵欲过度 也有可能会出现清跳加速 呼吸困难 胃部筋软等不良反应 所以一般建议最好给猫咪每隔几天吸一次猫薄荷 现在是不是觉得更像了 有些话我不能说的太明白 但是你细品 就会发现我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当然了 也不是所有的猫咪都对猫薄荷有反应 有大约25%的猫咪因为遗传问题 对猫薄荷是完全不感兴趣的 这种猫你可以理解为 性冷淡 另外6个月以下的幼猫 因为还没有达到性成熟 一般也不会对猫薄荷产生反应 所以强烈不建议给幼猫吸食猫薄荷 万一有反应了 这不就教坏小朋友了吗 其实不光是猫咪对猫薄荷有反应 大多数的猫科动物吸食了猫薄荷 都会产生反应 所以还记得我在东北金钱层那期视频 最后问 如果在野外遇到的东北金钱层 该怎么办 现在知道了吧 尤其是东北的朋友们 出门在外最好常备猫薄荷 必要时不但能救命 甚至胆大一点的 还能成为打虎英雄 不然你以为当年武松 真的是治我空前打虎的吗 我是PT新爹 有问题评论区 at我 Respite